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暂停 下一集0.2.26分直播 2.26分代目高清超清 720p 高清480p 标清270p 倍速0.5x 1.0x 1.25x 1.5x 2.0x 倍速播放 在这里 全屏 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 下一个即将播放 取消 广告广告 战报 一方4-3 绝杀鲁能盖坛世界播 周庆城最年长进球者50% 75% 1.0% Vid 0027Y78 播放模式Chromials 分辨率1920x1080 视频框高 848x 480燃量50% 视频协议 HTTPS CDNAPD 723-0945-B6399-BF2C291-CA883-28036893-V SMTCDNS COM下载 速度 缓写资料 真实错误码 版本号3.4.37 2018年8月28月10.05分04秒 播放流水849-23D26DC5CDG87 F39F7D30A5D2A870201 本地日之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 战报 一方4-3全杀战能盖世界波州挺成最年长进球者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OWDATAVIDEOARR PUSHVV0027Y78 IMJHTTP INWSGTIMG.COM MNULAB LS0509-7619583-6404800 DICT视频 展报一方 4-3全杀战能盖探世界波州挺成最年长进球者 时长约2分27秒 腾讯体育9月1日去又是一场失败 山东路能今晚在客场3-4出给了大连一方 上一次鲁能赛中超获胜还要追溯到8月15号 而从那之后 李肖鹏的球队已经遭遇了三连百 如今的剧情与上赛尽如出一辙 在经历了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低迷后 鲁能现在的重点或许该转移到足球队上了 鲁能本场有些无奈 单下季三输宝级队 一连串的失败 让鲁能逐渐变成了一支让人看不太懂的球队 从成绩上看 他们最近三场比赛的赛程并不算艰难 客场对贵州横锋 主场对广州恒大 客场对大连一方 这三支球队的排名都低于鲁能 即使不算进来状态爆棚的恒大大鲁能毕竟是主场 贵州和大连都适时打适处 在几分板后端得保级球队 但是鲁能一场一到三 一场三到四 在两个看似不强的对手身上吃尽了苦头 鲁能就是这样令人捉摸不透 这波在连败之前 鲁能在联赛中仅有的两场势力 其中一场恰好也是输给了贵州 赛上被对手双杀 以及今晚败给大连 鲁能这个赛季已经三次被保级队斩落满下 这是个令人费解的结果 别说什么保级球队已经杀红的严等理由 真正的强队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没有义务去给保级队送分 更何况鲁能还是一支在争取冠军的球队 这不禁令人联想到上赛季 鲁能曾经在积分榜上也是排名高位 和恒大上岗并称三巨头 但是随后莫名其妙 杰连输给了当时的联赛副班长江苏朱宁和严边富得 积分一下子被甩开 这些保级球队在面对鲁能时 似乎总能超水平发挥 就像今天周庭在鲁能身上空间中超最年长金球一样 这真是太绝了 战略转移保足鞋杯 本赛季鲁能的这些问题 上赛季都出现过 除了爱塞保级队身上掉链子之外 鲁能关键时期战绩大滑坡的毛病也一直都在 今年是突然三连版 上赛季则是连续六轮不胜 这些事实其实都说明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鲁能虽然可以算上中超的强队 但以目前的实力来看 他们距离中超第一梯队其实仍有差距 即使他们能够短暂的积身所谓的BICS 事实的确如此 现阶段连大排名前三的队伍 想比鲁能都有优势 恒大与上赶就无需对言了 他们无论是外员的身价和能力 还是本土国脚球员的数量和质量 都要超过鲁能 国安虽然在阵容底子上不敢说超过鲁能 但是他们有识密特这样一位专精于摆弄战术和打造体系的大师 这是鲁能所欠缺的 就拿外员来说 鲁能经下引进的格德斯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展现出实力 而恒大那边的塔利斯长 却已经进了11个球 花大钱办大事 这是鲁能现在办不到的 而在体系上 鲁能曾是中超防守最好的球队 但是随着塞技的深入逐渐开始后防崩解 到现在三连板黄丢11球 状态大起大落的同时 其实就意味着鲁能缺少一套我定而行之有效的运转系统 连赛是一个长期工程 鲁能在经过前期的爆发之后 后续已经明显感觉乏力 或许 鲁能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更何况他们还是双线作战 以目前的形势来看 鲁能落后果安已达7分 连赛争惯过于困难 下一步 集中精力打好猪鞋败 拿到亚冠联赛的门票 才是鲁能最现实的选择 阿尔高